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太蠢了 一门之隔 隔着人性的粮饱与热血 隔着世间最笔漏的自我与最无私的大意 扶摇从不惧怕生死 为了保护百姓可以欲血奋战到底 一句成在人在 成亡人亡多少英雄弃破 他只怕死不得其所 只怕背负莫须有的马铃 含恨离世扶摇的一生嘶吼 是无尽的绝望和苍凉 扶摇自吻前的微笑 是实施无奈的自愁和失望 你为之付出牺牲的 却将你拒之门外 你毫无会缺的人 却为你付出性命 这世间的账 或许从来就没有公义和道理 扶摇直到被逼到子文 头始终是痒着的 硬死不折的气节电视剧 有很多伏笔和细节渲染 比如说毫无会缺的暗卫 直到死 都在保护扶摇 这类戳到我了扶摇拼命想要开城门用 血淋淋双手手企图去吧 不是因为他自己 是因为他目睹了保护他的人 因为保护他他而死 他想要那些暗卫活下去 最后扶摇真正绝望寒心了 身边唯一能与他懂得的 除了门后同样绝望撕心裂肺的铁城 是身边剩下的最后一名暗卫 他说那好 我们一起死 然后门前门后三人的对比 扶摇绝望寒心到了最后 血红着一双眼睛 举刀自问前 他笑了 当真是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复狗 摇城给过他温暖和守护的安宁 他用血肉之躯拿命来帮门后 自私人性的摇城百姓挡住了一切危险 以后 恕我直言一想到摇城 扶摇心里绝对不会是先泛起温暖的感觉 只不过心思拔了 除了这里 哪都可以 只不过是一群危险过后 自己安全无余 才开城门的摇城百姓 罢了 而出现在预告里的我们无极 还是个假的不过小说里 也有真假无极的剧情 但是那个假无极战斗力十足 不晓得这个无极是幻境还是谁办的 或许是我们无极人气太高 谁都想着模仿